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死在战场上 却死在自己人手中 其结局诚然使人惋惜 国外多次上演类似的情况 例如在二战时期 沙漠之湖隆美尔为希特勒立下大功劳 但是最后也被希特勒逼迫自杀 而遥远的加太基也出现了一个战神 为了保护自己人民 与强大的罗马进行浴血奋战 但是最终还是被逼迫自杀 汉尼拔在小时候听家里人说 罗马进攻加太基 虽然加太基人民浴血奋战 但无奈敌众我寡 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失败之后 罗马人俘虏大量加太基人当作奴隶 他们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其中有很多是汉尼拔的近亲 这大大刺激了又小的汉尼拔 于是攥紧拳头 发誓今生今世永远与罗马人为敌 虽然古罗马在入侵加太基中取得很多好处 但是这个罗马是欲赫南田的家伙 还是不断地入侵加太基 将很多加太基人俘虏之后做奴隶 在汉尼拔长大之后 由于自己的勇猛以及智慧 很快收到加太基贵族的赏识 并任命他为将军 不久之后 汉尼拔决定对于罗马进行复仇 在地中海南岸 汉尼拔率领五千人 击败了再一次入侵的罗马人 并且斩杀罗马赤兵八千人 汉尼拔意识到要想彻底击败罗马人 一味着防御着不行的 于是汉尼拔率领加太基 十万大军远征罗马 为了迷惑敌人 汉尼拔从伊利比亚半岛登陆 即今天的西班牙 当时属于罗马的领土 汉尼拔很快就歼灭了 驻守伊利比亚半岛的罗马守军 这是罗马人第一次受到敌人的主动进攻 汉尼拔继续前行 翻越了高不可攀的阿尔卑斯山脉 这是罗马人所始料未及的事情 当汉尼拔率领大军出现 在罗马平原的时候 罗马人非常恐慌 仓促组建十万大军迎战汉尼拔 汉尼拔采用了经典的新月阵型 而罗马人采用四方阵 双方进行激烈的厮杀 最终罗马人完败 在这场战争 罗马人阵亡八万人 很多所谓的名将也在这场战争中死亡 在首次交锋失败之后 罗马元老院召开会议 决定以全国之力迎战汉尼拔 在罗马郊外的战争 罗马人再一次惨败 伤亡达到十万以上 此时不得不采用多次被打压的大西比阿 他认为直接与汉尼拔对阵 无疑是自取灭亡 他采用了唯未救赵的战略 即放弃与汉尼拔在罗马本土决战 而是进攻加太基 当汉尼拔得到大西比阿进攻加太基之后 非常的恐慌 立即放弃了对罗马人作战 而救援加太基 汉尼拔早就知道大西比阿的名气 他也具有非常好的军事才能 两个人可谓是惺惺相惜 但是毕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双方在斩马相遇 大西比阿轻而易举 而化解了汉尼拔的心悦阵型 并且骑兵反戈 在这场战争中 汉尼拔惨败 汉尼拔在失败之后 罗马人逼迫加太基 将汉尼拔交出来 汉尼拔为了不落在自己敌人手中 之后远走他乡 在晚年的时候 汉尼拔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并贵族重用 并且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他在执政的时候 隔出一系列的弊断 使得加太基很快就强盛起来了 而罗马人当然不希望自己对手强大 因此决定向加太基进攻 而此时加太基人非常畏惧罗马 因此不敢抵抗 尤其是贵族决定以牺牲汉尼拔来换取苟安 汉尼拔对此失望透顶 再一次流浪到他国 但是只要汉尼拔或者 罗马人就不会放心 尽管汉尼拔已经逃离了加太基 但是罗马人依依就发动进攻 加太基委派使者找到了汉尼拔 此时汉尼拔反而非常轻松 他意识到罗马人不会放过自己 而且也不会放过加太基 但是他不想被自己敌人俘虏 于是选择了服毒自杀 一代战神就这样被自己人民抛弃 实在让人心寒 而汉尼拔去世之后不久 罗马人就占领了加太基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竟说历史清说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